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哥 很多觀眾呢都很關心網址的近況 那我最近呢在照顧他的過程中發現他有明顯的改善 之前呢有時候我感覺他攻擊意圖不是這麼的明顯 那是在換藥嘛 但是後來發現說那只是他比較沒有力氣 這陣子呢真的發現他反抗的力氣真是越來越大 那雖然說這加高了換藥的難度 但我也是非常的開心這件事情 慢慢的呢我們在醫生評估下 我們也不需要再為他那個受傷的眼睛再擦藥了 所以目前眼下要做的就是把他慢慢的養胖 那在這陣子呢 因為我也發現他的另一隻眼睛也是有點混濁 應該說帶回來的時候就大概注意到這個情形了 那那時候醫生是跟我說再觀察看看 後來呢我在第二次回診之後呢 醫生就給了我一瓶眼藥水 那我就是每天幫他點這個眼藥水這樣子 那他因為眼睛的關係呢 所以行動可能沒有像正常鳥那麼的活躍 他可能平常就是站在籠子裡比較不會動 那目前為止他也慢慢的適應環境了 原本來是完全不哼半生的 完全沒有聲音 我想說這隻鳥是不是完全都不會叫 後來呢他開始會去呼應阿毛的自言自語 碎碎念 他會跟著叫個一兩聲 那我也有在IG分享過 那時候真的是有點驚喜 再過一陣子之後呢 有一次太陽出來 他也表現出了想要洗澡的樣子 那我就給他一點水 然後也幫他噴了一點水 他就洗得很開心 那根據我長時間的觀察 鳥如果是在一個會讓他緊迫的環境 他是不會想要洗澡的 所以呢 可見他對這個環境的適應 蠻不錯的 雖然說他現在體態也還沒有完全恢復 這也是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阿 但是食慾呢 到目前為止都非常的好 我常常看到他在料盆前面乾飯 有一次我要換飼料的時候 他還不讓我把飼料抽走 真的開始慢慢的也有自己的脾氣了 在每天這樣子點眼藥水的過程當中呢 他也慢慢的可以上手 應該是換藥的那段期間 已經有一點點可以上手的跡象了 然後在近期點眼藥水之後呢 他已經可以比較穩定的站在我手上 不會想要跑來跑去 那我覺得最大的進步也是 他開始會去接我手上的瓜子了 雖然說如果是在籠內的話呢 他可能會有點攻擊意圖 不過因為籠子可能是被他定義成他的地盤 我可能還沒有跟他那麼熟 可以做到籠子就伸進手裡面這樣子 那他會想要維護自己的地盤也是正常的 雖然說我真的被咬了很多次 但是我覺得至少他有力氣咬人 然後願意吃東西 那平常在籠外的時候也願意接我手上的瓜子 願意上手 這已經是很大幅度的一個進步了 不論是他的健康還有他跟我的關係 我覺得都是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那我們現在就來讓大家看一下他最近的狀況 到底怎麼樣 好的各位就是王子最近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目前這隻眼睛就是還是要持續點眼藥水 然後平常他都固定站在這根戰棍上 一動不動的 這是他的習慣 他平常好像真的不愛動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放他出來 逼他走一走至少動到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目前的身體 沒有運動是沒有辦法維持這個機能在的 所以平常還是會放風運動之類的 正常的話都是點完眼藥水 然後就放他自己動一動這樣子 他順便會跟他進行一些互動 最近有好很多了 然後目前也是跟飛鮑還有阿茂住在一起 因為他們三隻的個性都是不喜歡去弄對方的 那目前呢王子大概就是一根戰棍一個料盆自己用這樣 然後飛鮑跟阿茂也不會去搶他的 就他們的活動範圍好像都是有固定的感覺 王子就是特別鍾情於這根戰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另一隻眼睛就是目前還可以看得見的這隻眼睛呢 醫生說之前也是因為單一飲食造成 所以現在也是努力在改變他的飲食習慣 阿目前效果還算不錯阿 就是我會把蔬菜那些打成粉 就是打碎 然後混飼料裡面騙他吃 那他吃的時候還算可以 所以 可能也不會說特別擔心啦 但就是 眼睛的部分真的要看 阿體態的話就是 目前也差很多啦 慢慢養胖中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還需要努力啦 然後現在是接出來要點眼藥水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隻眼睛真的是有點混濁混濁的 然後大概上手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出龍子基本上蠻乖的 現在也都不太咬人了 對阿 那現在看得出他其實還是會緊張 所以我們就先幫他數戰數學吧 好啦王子怪沒事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王子最近的狀況 雖然說他的體態還沒有完全恢復 不過我覺得比起之前已經好了不少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很有信心跟大家保證說 他會進步到什麼程度 或者是他一定會好起來之類的 目前都還是在治療當中 跟調身體 所以我們就慢慢來 那期待他之後可以慢慢的進步 直到最後變成一隻很健康的鳥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影片就先拍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就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資訊的話呢 可以去追蹤我IG 或去FB粉專按個讚 那先這樣啦 掰掰